大家好,歡迎收看創科KOL,我是朱美瑜 最近有一款膠袋在網上獻器熱華 原因是膠袋放在熱水中立即溶解 比變魔術更厲害 今天我們特意邀請他們的co-founder Defana和大家一起 看看這款膠袋會否是環保科技界的曙光 歡迎Defana 謝謝你,謝謝你邀請我們 知道你們的膠袋放在熱水中是即溶的 可以告訴大家嗎? 今天是否帶了東西來和大家示範一下 其實我也想說一下這個袋 這個袋好像跟普通膠袋一樣 但其實它有幾個特徵 第一是水溶性 第二是英文是composable 可以堆肥和放棄地避免 可以生物降解 我相信它未必是最完美的方案 因為他能聽到水溶性 但絕對是可以在一些生產商或品牌 一些沒辦法避免的包裝情況下 是一個較好一點的選擇 其实这种物料是你日常生活中用过的 你是一定用过和你会吃过的 其实我现在剪了一个很小的材料出来 我现在这杯水不是热水来的 是普通冷水来的 这个材料可以调整你的温度的应用方法 而可以更改它溶解的温度 现在我把这个袋放进去 其实这杯水不能模拟一个大自然环境 也不能形容海水的环境下 因为海水会有生物质和微生物菌 但这个只是普通一杯水 而你看到我放进去之后它已经溶化了 可以放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几秒钟就立刻溶化 是的 有些人说溶化了之后是什么呢 其实幻想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将这个袋 假设我真的用完这个袋 你买完这件衣服 拿了件衣服出来 基本上你就会穿高件衣服 但这个袋你平时就可能放入垃圾桶 不要 然后放入垃圾桶 我们不要浪费 我们将这个袋放入一个器皿里面 然后就煮滚水 然后就倒入袋里面 这个袋之后就会溶解到水 那一杯水最后呢 就倒入你的芯盘 在芯盘的水通常一定会去化粉池 或者污水处理厂 在这个处理的程序里面 会有很多微生物菌 是会透过很多的程序 可以去消化 因为其实你平时去厕所 你的厨房 那些所有的污水都是去那里的 是 接着它经过化粉池的处理之后 是处理了干净 没有问题 它们才会派入大海 所以这个袋最终 它们溶解了之后 是会经过微生物的活动 是会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是没有毒的 是的 我们在香港已经做了测试 是确定这个袋溶解了之后 是没有毒 没有害 最重要的是对大自然无害 同时我们已经拿了一些 国际上的标准 是一定要可以堆肥和讲解 明白 那你们的技术是在哪里的 为什么你在说我们 可能日常生活在用中 但是我们不知道 是的 其实这个材料不是我们研发 也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其实是一百年前已经出现了 由一个德国科学家研发出来 到1950年代 其实你跟一些做衣服的公司 说这种材料 叫做Poly Vinyl Alcohol PVA 其实它们全部都会了解到 为什么它们不用呢 其实一直以来 是用在一些很特别的市场里面 例如成衣里面 你做次售 它们后面通常有层膠 它们做次售 是一定会用到这种物料 是 做针绩衣服的公司 它们都知道这种物料 是因为当时日本公司 是commercialized 它们用针绩衣服的 就是把针绩衣服的衣服 粘在一起 另外一些材料 就是用在什么呢 例如你吃药丸那种胶囊 胶囊 你胃部分解之后 就会释放药物 当然胶囊 不仅只有PV一种 它也有不同的grading 亦是在不同的medicine程序 亦有不同的 另外还有什么呢 日常生活中会用过 就是你超级市场的时候 你可能会买过一些 蓝色波波球 扔到水箱 冲出来的那些 所以是蓝色 就说干净一点 没有味道 其实外面有一层水溶性薄膜 就是刚才我融在水里面 这个材料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发现 原来这些东西 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用到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推出来给大家认识 然后取代我们平时一些 一定要用到的包装袋 就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下 要用到 我们就希望 今天出这个Invisual Park 就是希望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去取代我们传统的塑料包装 是的 其实你们知道 你们都不是行内的专家 你们是真的去做个research 去找到这些物料 然后再成立一间start up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去做这件事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市况慢慢 其实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 其实这个计划 在一百年已经是有的了 已经是有这个想法 其实去年一直全年 我们就 我辞职就开始做很多research 就要确定这个是什么材料 譬如我刚才说的一些资料 都是基于一些一段长时间 看不同的paper 看究竟应用在什么东西 做过一些测试 那其实我们就没有想过 我们一直都在想 一月的时候会准备成立 但我们就没有想过疫症的出现 所以其实这个想法就一直在 只不巧不幸地疫症的出现 就令到整个 business 可能会困难些 不过我相信在疫症里面 我们不是唯一一个 因为其实很多行业 都是在受这个问题 那在疫症期间 推出会不会有些制作或困难 绝对有 相信很多公司都有遇到 生产方面 生产方面遇到有 因为其实这材材料 最常用的是 包括香港医管局用的 就是洗衣袋 其实就是你做完手术 有些床单 或者你做手术 医院的人是不可以和你的 就是会有污脏 会有细菌 有血痕 不可以接触 那你全部都放进一个洗衣袋 那洗衣袋 就直接放进洗衣机 就洗的 其实是同一种物料来的 但是一直都是在用一些 很特别的行业里面 就没有带众化 所以其实生产 其实很多时候就去了做洗衣袋 所以我们如果有其他订单 其实那个时间是会长了 比一般的时间长了很多 因为疫症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困难的话 很多客人 尤其是我们本身 是有些国际的客人 例如法国西班牙 他们都取消订单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生产 他们也没有客人 很多时候你都听到很多品牌 所以我们绝对生意上是有影响 但我们相信同时我们在香港 仍然有很多品牌 会想转用 那你们是否首次应用在胶袋上 这个胶袋上 这个胶袋其实不是第一次用 也不是我们唯一的 其实你在其他外国都有见过 只不过我们很想把这个材料推在香港 给大家更多人认识 更容易接受这种物料 那我们就可以 真的不同的品牌 无论你是小的 以至到一间很小的店 都可以转用到一些环保的物料 就不用用那么多胶袋 所以技术认证方面 其实你们以往已经有团体认证了 没错 所以这一部分就散拳了一些功夫 是的 因为其实本身已经拿了一些 因为如果你做出口 一定要有一些欧盟的标准 美国的标准 甚至有日本的标准 因为你说得要堆肥 和可以生物降格 是必须要有标签认证了 做完试试才可以做到的 那一部分我们就散拳了 因为本来这个胶袋 已经在应用在各个方面 也是达到一个标准 我们只是将这个胶袋 在香港如何推广 给更多人的认识 嗯 明白 不过这之前差不多 我们下一次再谈谈 香港人用胶袋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